今天我们继续爬山 今天的风很大 这个风大应该就是滔大 咱们今天没有打算去海边 如果去海边的话 那浪滔一定很大的 看这树 看看摇头摆尾 这是上山的路 从雷花山路 斜对面就是爬山的道路 现在爬到了半山腰 今天上山人特别的少 超神圣镇 看这个地面 也是一些蝉枝 和一些打碎的叶子 风打碎的叶子 已经铺满地了 风 依然是风 我们现在爬到了 这个应该是水泥路的快到松点了 看看底下的海吧 现在的海 真正的黄海 山上的风其实并不是很大 今天我们爬山 只遇到了一个同行者 我们俩只遇到一个同行者 只遇到一个爬山的人 他已经下山了 这位大哥是和我同行的 您为什么今天这么大的风 也过来爬山 锻炼身体风雨不悟 风雨不悟 一句诺言要对线 不像某些人最懒叫不起来 是吗 你在谴责谁呢 那个 有个叫熟大王的 熟大王在这呢 还有呢 没有 敢点名吗 开玩笑 前两天我们的团队人挺多的 今天由于这个风比较大吧 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就起架了 但是你和我都得坚持 你平时体会不到的风光 对 这股风的感觉挺爽的 对 这更是也是一种 对意志的磨练 也是从你的考验 我上升到那个高度 我上升到那个高度了 对对对 你可以你可以 要坚持啊 我觉得坚持就是胜利啊 这个习惯的养成 不是一天一朝一夕的 得要每天坚持才行 我们小分队才爬山了五天 六天 所以很短了 而且 这两个考验还在后头 对 希望 日后他们能够跟进啊 好 咱们到这个地方准备下山了 我们不往高速爬了 现在 天还比较亮堂一些啊 刚才有点乌云 现在比较亮堂一些 现在能见度也可以啊 可以看到下面啊 这几个 我们台阳丽湾 再往东啊 那个是 筛水家园 再往东啊 是海之运 再往东是龙海立都 再往东 那个平房啊 是这个海洋一号 然后再往南一点 那就是 长城花园 再往东一点 就是那个高层 中间那个高层就是 海洋国际 再往啊 不是 那个是叫做度假 什么度假啊 想不起来了 啊 我们现在走到了一个 山澳这个地方啊 这里第一说 的确是风平浪静 其实在银滩呢 很少有啊 今天遇到这样的大风 这主要是因为是啊 受梅花潭风的影响 是吧 呃 我们在这儿 你再住了几年了 两年多 两年多了 遇到这么大的风没有 啊 你是第一次遇到 就是上次有个台风 过来也是从银滩 呃 旁边是擦身而过 银滩也没受影响 没什么 啊 现在你看看 我们上山的时候 风还挺大 下山的时候 就基本上没有风了 对 啊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全是松针啊 被风吹下来的松针 挺厚的一层啊 现在是云山不照啊 他们进入山了啊 我们已经下山了 这个山下呢 还是小的 看看他们穿的 我现在是光了膀子啊 我是光了膀子啊 因为我爬山出汗了 风摆枯柳 这我们小区的一段景观 比较短一些 小水系啊 其实倒是也挺美啊 这里快到了 我们大人家了 水面了 哦 你说这些尾子啊 对 哦 应该要限制一下 限制一下 或者签了一下啊 对 防膏不行 把根给挖一下 对 叫做小范围 要不把水系都占了 没事 对 今天小区好像是要做核酸是吧 咱们去做核酸去吧 去吧 你不去啊 我去 这路过我们建宁家的小花园 哎呀 风又起来了 这是他的白草园啊 这风筝绳子断了 这风筝了 这些隔山花都 都被催倒了 这里的花还是蛮漂亮的 这叫什么花呀 一种菊花 我出门的时候 六点钟啊 这个队就排起来了 现在已经七点了 排这么长的队伍 好 有序排队啊 有序排队啊 七点多过来的 七点多过来的 哦 好 好了 好 看这个队啊 太长了 还那么远呢 哎呀 哎呀 这个台风啊 真够厉害的啊 这个起来以后一看啊 我们家这个花的这个花架子都被风给挂倒了 真是啊 亏得有根绳子啊拉着 还没倒下去 别这些啊 灵消素 受到伤害就不好办了啊 都弯腰了 但愿没断吧